下個禮拜要轉冷囉 但是如果吃個火鍋滷味來暖身 要來包王子麵竟然也要漲價了 這是胃王的滷味攤用麵 每箱原本40包170元 現在要調漲到1900 滷味攤就說他們不排除 也要跟著調漲 而且今天在下午最新消息是 麥當勞宣布要調漲部分餐點的售價 主餐是要調漲1到5元 漢堡王雖然說還沒有要漲價 可是也坦承感受到了成本上漲的壓力 漢堡薯條雞塊是不少人的最愛 但麥當勞宣布考量整體營運 11月24號起部分主餐價格 調漲1到5元 平均調幅在2.2% 點心飲料則是調整2到7元不等 調漲不太會降低我的意願 漢堡王也松口還沒有漲價計畫 但目前內部已在盤整物料成本 原物料上漲各行各業都快撐不住 麻辣湯頭冒出香氣 丝瓜馬鈴薯入鍋熬煮 來點王子麵增加飽足感 但這一位宣布要調漲售價 因為原物料又漲價了 像麵粉 棕櫚油 還有這個包材 這一方面都全面上漲 那漲幅大概是2到3成 甚至4成的都有 食品業者也是無奈 數十年來從未調漲都是自行吸收 但現在真的撐不住了 王子麵一箱40包 從170元漲到190元多了20元 雖然不會直接影響民眾購買價格 但滷味攤也是很有感 三年多每漲的乳味攤 一個月可賣破百香王子麵 而面對原物料價格上漲 老闆也在考慮要提高套餐價格最少10元 今年年初要漲價 後來就想說過一陣子好了 一直冷冷到5月份 5月份本來已經寫好單要調了 結果又來個疫情 所以一直冷冷到現在 除此之外 像是菜單裡面都有3分之2以上的配料 都漲了大約5到10元 藥妝熱呼呼滷味的紙盒 一條漲了將近30元 但這個又不能省 老闆苦笑 不管是產品配料還是產品 萬物起漲 不漲真的會撐不下去 東森財經新聞 彭德宇 傅宜文 台北報導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故事直播